虽然明白了这一切 可惜对现状却没什么帮助 他并没有解释 浮风子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唐姐想了想 突然笑了一声 外面还有三个地先的麻烦 现在管这许多做事 还是先处理了眼前的麻烦再说吧 说着就要往外走 走了几步突然想起什么 转回身 将那浮风子的尸体放入洞中 拜上几拜 虽然不知道前辈留下的宝贝 到底是五元上任的 还是前辈自己的 但总要感谢一下 就以此目聊做纪念吧 那青龙也是个贪财的 凑过来的 有宝贝留下来啊 那感情好 不知道都有些什么呀 一些神针和镇法新姐而已 唐姐也不瞒她 静止给老龙看了 老龙看了摇头 哎呀 竟然连个盗兵都没有啊 唐姐笑道 盗兵难得 没有也不奇怪 老龙白了他一眼 去 哎 你当王庭的地先 是那些外面的散先不成 啊 身为王庭中人 连建伟盗兵都没有 怎么出来见人呢 尤其是五元这老儿 啊 镇法出众 自身 不知有多丰厚呢 在当年的星罗大千界 那除了传说中的天沟上人 多宝天君那几个 最有钱的就属他了 要不然 怎么不得下这 斗转微臣大阵呢 先前交流过后 老龙以大致摸清 这里的情况 也知道了斗转微臣 与三帝先等事 此刻继续滔滔不绝道 啊 还有那姬瑶仙 给你这水和永恒之关啊 你以为是怎么来的 这就是五元老儿给他的 当年姬瑶仙入魔之后呢 他想用此物封住他 再寻找解救之法 可那姬瑶仙入魔之后 修为大长成了金仙了 岂是他这真仙中 修为最差的老儿能控制的 结果脱困之人呢 就是身死之时啊 你他娘的不是一刻前 还说姬瑶仙杀人是魔头本性 不需要理由吗 不过 唐姐口中确实不言 只是淡淡的 这样吗 那也可能是用掉了吧 又或者 这里还有第三层密斧 我们没发现 哎 极有可能 老龙一叫道 要不然 我们再找找 唐姐却摇了摇头 不必了 此地既有钱人来过 真有什么宝贝 也都被拿空了 能有这些已经不错 知足吧 说着 将那尸身扶着 又挥去了泥土上去 正是掩埋 做好这些事 唐姐一转身而出 再不留恋 见他走得果决 老龙是一头雾水 摸了摸脑袋自语道 知足 你唐姐小子 可不像是个知足的人哪 想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只能摇摇头跟着离去 他并不知道 就在他离去后不久 那时事地下 地表突然一阵衬动 一具尸体 从泥土中钻出 正是唐姐埋下的浮风子 那原本空泛无一物的尸身 突然间放出光明 一点一点渐渐亮起 气势也是从无到有 逐渐攀升 先是提升到灵台境 接着是托凡境 再是天心境 子斧境 最后一路冲上仙台层次 掀起阴晕 百物茫茫 全身笼罩出一片庞大的力量 即便如此力量 依旧不衰减 而是在继续攀升中 竟是冲破地仙层次 直入真仙 挡到此步后 这股力量终于开始减弱 没过多久 便彻底消失 接着 那尸身缓缓睁开眼睛 看了看 已发出呵呵笑声 万载等候 只为今朝 显地成不弃我也 走出师府洞天 唐杰已经回到那片草原上 他此时 手掌微臣欲敬 亦可控制大阵运转 可惜此阵是道阵 而且是那种无分彼此的大阵 也就是说 唐杰只能让这道阵 对自己不产生伤害 以及控制开关 却不能让道阵对自己无效 这也是道阵的特点 在强大的同时 也具有一定的无差别性 要想做到道阵对自己无效 就必须超脱此道之上 即为掌道境界 不过唐杰也不在意 反正他的计划里面 本来就没有这斗转微臣阵 如今能让道阵不攻击自己 已经足够了 此消彼长下 他接下来收拾三个地先 会更轻松 此刻拿着微臣欲敬 唐杰先去其他地方转了一圈 倒不为别的 而是想看看 这斗转微臣阵里的材料 可有什么能用的 这可是上古大绝阵 布置这样的大阵 消耗的材料绝对不在少数 其中有相当部分 都可以再回收利用 是的 唐杰已经打了 把这法阵拆掉的主意 斗转微臣大阵虽强 却主要是用来保护洞府 在这一点上 像九爵诸仙阵等上古大爵阵 基本上都是一个鸟鸭 其主要作用 是在无人运行的情况下 人为的制造一片天嵌绝壁 但说 用来辅助作战就不行了 以唐杰的习惯 自然是情愿 要一把杀人的刀 也不情愿要一个防御的铁门 眼前这扇门用的材料上架 要拆下来用作镰刀 定会是把品质上成的好刀 所以唐杰直接沿着阵纹找过去 有预警在 所有的内部结构 都直接呈现在他面前 唐杰可以轻而易举的 发现内中奥秘 从最原始的层面 将这座大阵拆掉 此刻一路行来 还真让他发现了不少的宝贝 他也不收走 现在收走会导致大阵受影响 只是每点可回收利用的材料 都打上自己的神识标记 如此一来 等要收的时候 只需念头一动 便可直接收走 就算是一些废料 由于还有些大道余泽 能提供参考价值 唐杰也是毫不客气的 通通打上神识 看着这瓜地三尺的作风 老龙感觉一阵心寒 只想不通 如此一个人 怎么会说出知足两个字呢 此刻正进行着 唐杰突然一阵 发出欣喜的呼声 井门棋 这里怎么会有井门棋啊 在那面玉境显现中 一面小棋随风飘舞 赫然是八门棋中的井门棋 老龙奇怪的看了他一眼 有井门棋 什么好奇怪的 八门棋 本就是当年五元上任 委托多宝天军 炼制的一件 后天巅峰级的岛兵 为了得到此宝 五元老儿 给多宝天军的多宝宫 布了一个大仙阵 后天巅峰岛兵 你说此物是后天巅峰盗兵 下一刻 唐杰已将自己的五面八门棋 取了出来 老实说 此物虽有增加阵法威力之功效 唐杰却从未看出 他盗兵的层次 老龙看的五面棋 也是呆住了 一把抢过来道 来让我看看 他拿在手里反复端详 终于点头 没错 是镇到先兵八门棋 此物当年被五元上人 视为重宝 从不陷于人前 可后来不知为何 竟丢失了树面 引得五元上人雷霆震怒 这怎么会在你手里啊 唐杰摇摇摇头 你与其问 为什么会在我手里 倒不如说 为什么会在七侠界吧 老龙醒悟 这此物你是在七侠界里拿的 唐杰点点头 七侠界中 有一块王庭碎片 当年姚女所居 在被兵主碎令天庭后 坠落七侠界 考虑到兵主秘境也在七侠界 想来并非巧合 而兵主有意如此 八门棋会在七侠界出现 估计多半就与此有关了 老龙大笑 你是说你家师娘是个贼啊 偷了那五元老儿的八门棋 唐杰摇摇头 我不敢说是不是如此 但我希望不是这样 不过这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 你说他是道兵 怎么我在此物上没有感受到一点大道气息啊 老龙一道 八门棋乃是一件组合道兵 非八棋何以不显威力 据说八门棋若同时运用在某个阵法上 可将阵法直接提升到道阵层次啊 提升到道阵层次 唐杰为之动容 若是这样的话 那这八门棋可就无愧是后天巅峰的倒兵了 相比现在 只是有限度提升一下对应各门的威力 差别何以道理计 那当初一共丢了几面 此刻唐杰已积极的问道 哎呦时间太远了 哪里还记得清了 老龙摇摇头 不过我大概记得好像是六面 听到这个数字唐杰心中一沉 接下来他再继续寻找 果然在声门处又发现了声门棋 唯有那最最重要的开门棋不见踪影 找不到开门棋 八门棋就合不成后天倒兵 唐杰亦只能屠呼奈何 既然当初丢了六面 那这最后一面开门棋 如无意外 应该还是在七侠界 只能到时候摆脱喜悦派的弟子寻找了 好在现在的喜悦派声势正龙 就算是寻遍前界亦无问题 此刻将所有材料都打上自己的神时候 唐杰这台看向刘峰等人所在处 此时三人仍在与那些宠乙作战 宠乙虽凶 却始终奈何不得这些帝仙 非但如此 三人越战越勇 隐隐竟有脱困之势 青龙看得大感迷惑 哎 这斗转威臣镇奇妙无方 就算是帝仙也轻易难以脱身呢 现在怎么会这样 唐杰是懂朕道的 因为此阵已经被破过一次了 来之前我就奇怪 此物的防护力量似是弱了些 直到你说出那扶风子不是五元上任后 我才明白 此阵应当是被扶风子破坏过了 扶风子绝对没有能力破此大阵 青龙很肯定的说 如果有人支持 他就能做到 唐杰悠悠回道 正是因为扶风子的破坏 这道阵才会存在一丝破绽 这破绽让唐杰的本尊得以逆道 发挥出部分实力 也让三帝仙逐渐适应 有了一丝脱困而出的机会 眼见三人就要脱困 唐杰也不在意 而是先去找依依他们 没过多久 来到大家身边 众人已知 唐杰把青龙放了出来 又有提升过实力的云母战魁 信心百倍 做好了厮杀准备 唐杰对老龙道 你挑哪一个 老龙就知道 放自己出来肯定得干活 嘴一撇道 把那拿镜子的交给我吧 无巧不巧 他指的正是刘峰 老龙精善观气之术 一眼就看出 刘峰乃是三人中气息最弱的一个 如无意外 实力也当最弱 因此上手就挑了他 唐杰微微一笑 好 就是他 其他人对付谋私命 至于那火天尊嘛 交给我了 说着他手一抬 对着那空阵欲镜连点树下 以停止此阵运转 接着再依法实为 彻底放开此阵禁止 就听轰的一声 整片天空一片天旋地转 众人就看到 他们眼前的世界在变化 所有的物体都在飞速缩小中 身体在生长 原本宏伟的巨兽 却一个个在视野中变得渺小起来 曾经困扰的迷雾不在 带着而起的是一片全新的天空 就像是从一个世界 上升到一个层次更高的世界 整个人的感官都变得不一样了 唐杰更是看着那熟悉而又陌生的天空 若有所思 竟似感觉到了什么 只可惜 这一线灵感尚未萌芽 就被一声岔鹤破灭了 寻着吼声望去 就见牟斯命等人 已重新出现在远方空中 向着他扑来 唐杰一笑 对空摇摇一指 就见四周天空一片天旋地转 已是一片天地变化 也不知多少阵法在此刻被他启动 层层叠叠 云罗雾罩 处处皆是杀器机关 与此同时 诸女与云母战魁一起扑向牟斯命 借着阵法与此人周旋 那老龙则扑向刘峰 他虽然被唐杰下了禁止不能背叛 但脑子里无时无刻不想着自由 这才刚脱离永恒之关 就想着如何摆脱唐杰 甚至于反杀一把 因此选人也选的是他眼中最弱的刘峰 此刻扑击刘峰的同时 老龙已经盘算着自己要怎么战斗 才能显得自己已经尽力 却又不会在短时间内被刘峰打败 哦对了 就用先锋云体神龙百变吧 此法变化极多 奥妙无穷 最难得气势辉宏 声色效果极佳 绝对震得住场子 亮那唐杰见了 也不能说自己没有尽力 就这么想着 已飞到刘峰身边 老龙一咧嘴笑道 哼 小子 接招吧 手臂一伸 一只龙爪 已探破云层 从天而降 对着刘峰头顶抓去 抓下同时 不忘掀起一片风云色变 以撞声势 只是他没有想到 这一爪在探出时 钻过的是一片青色云团 就在此刻 探出云团要抓向刘峰时 那空中云团忽然一收 好像有什么东西截了一把 老龙的仙气竟然戛然而止 被直接截断 那一记探龙云首 历史变成无根的飘瓶 化作仙气云雾消散 不仅如此 那天空中 青云化作漩涡一卷 竟是将那团仙气 整个收了 老龙的一大团仙气 就竟这么被吞噬了 老龙愕然 这时候他还没意识到问题所在 只以为是中了服 怪叫一声道 好小子 竟然敢偷老夫仙气 还不死来 又是一记青龙探爪 向刘云抓去 单见这爪式如山 气象万千 真正彰显出一个大能 应有的气派格局 老青龙作为真仙转世 就算受限于兵龙境界 施展出来的仙法威能 亦非常人可比 刘峰却只是低着头 看到不看老龙一眼 随手一指点出 就见那空中青云变化 一变成同样一根手指 像空中那么一角 这一指看似平凡 其实却直指着青龙探爪的 仙气关键节点 竟是一指之下 直接戳破老龙的仙法 那一记青龙探爪 再次破密不说 青云书卷下 已将他的仙气 再次吞噬 这次老龙特己震惊了 能够如此精准地 找出他出击的要害 其修为 简直比得上 唐杰的洞察天幕了 但是老龙很清楚 那不是洞察 因为他感受到了 一股熟悉的感觉 命运 老龙陡然尖撕起来 这力量分明是命运的力量了 自己选择的对手 竟然是一个命运入道者 青龙一下就知道 自己犯了个大错 命运入道者的实力 从不能以仙气行为来判断 而要看道法 命运道又是出了名的诡异 防不胜防 眼前这个人 明显就是一个命运入道 且修成命运道法的天才人物 如果在往常 老龙自不怕他 青龙主命运 乃命运道上无边大能 因为他突破先天限制 选择转世重生后 失去龙狮的同时 也失去了因果与命运之力 再不能如以往那般 调用大道之力为己用 更别忘提道法了 这一来 面对对手的命运道法 他竟是全无办法 只能眼睁睁的 看着对手失为 这一来 最后一来 明显就会有点 将来 再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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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继续